快到了9月份了 学校忙开学了 上班的人基本都来了 哇 再来一辆508SW 马自达6的旅行 然后奔驰C300E 这三辆都是BG旅行车 再来一个马自达CX30 再来一个费亚特的U24 马自达MX5的通胞车型 这边还有什么车 又一辆福克斯旅行 再来又一辆Iolik5 这个小车非常可爱 难得一见的BS品牌 这个品牌在欧洲其实也非常小众 因为它那个市场占预率整体上还是非常低的 这个还是一个老款的DS7 这两辆是比较常见的那种紧凑型的SUV BBA的 这两辆就不多见了 这个是雷洛的Arc 对标雪铁龙的C4X 旁边这辆是那个阿埃法罗密欧 那种刺紧凑型的 级别并不高 但这属于豪华的品牌的定位 叫托拉了 这个名字起的非常的怪 刚刚看到一辆普通版的GLC 没想到载一辆AMG GLC43的 这是一个超性能版 到底是豪华车的品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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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